而要对抗集权的扩张 民主社会最重要的防线是什么 那无疑就是独立自由的言论 没有了事实就没有了真相 没有了真相就会有信任 如果社会没有信任 民主社会将荡然无存 也无从去处理所有人类要面对的困难 这些话是来自于这次诺贝尔和平奖的两位得主 他们两位都是独立记者 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颁给他们 是表彰他们在言论受到极大强权压力之下 仍能坚持自由民主 也是过去从1935年来 诺贝尔和平奖再一次颁奖给记者们 上一次的颁奖是当时的纳粹压迫时代 同样诺贝尔和平奖这次敢于 现代的世界也处于类似的威胁之下 因此特别颁给记者们 其实国内的言论以及国内的记者们 也同有所感 因此国内的肖童子先生的文化基金会 也特别最近制作了一部短片 来呼吁在现代的人的考验之下 新闻人该有的使命 跟未来的任务是如何 面对极权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那份 对于民主自由的坚定跟信仰 我常常有一个梦 我今天如果再去当报纸的总编辑的话 我一定做一些跟现在所有媒体不一样的报纸 不要推 流血流血了 冲撞了现场 强快的步调 还有如影随形的批评 如今的新闻环境里 有些人始终牢记作为记者 那股骄傲的使命 而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去改变了一点点 不管是你谈的问题也好 你面对的人也好 或者你面对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是做新闻工作最大的成就 近年来当数位浪潮席卷全球 新闻媒体出现质变时 深耕新闻产业的肖童子先生文化基金会 特地邀请多位资深新闻人 以纪录片的形式描绘台湾新闻的 今世与未来 他们以新兴之火 新闻人的一生置业为名 像是期盼新闻人能以新伙伴的初心 辽原对置业的热情 这十几年来 对网络科学发达 所以整个网络媒体 吸收了大部分广告 那更严重地压缩了 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的固件 当新闻传播引离不开社群平台 点阅率也就悄悄成了定义新闻好坏的工具 因为现实也因为营收 新闻人很不服 却鲜少有人能在这套游戏规则中全身而退 演算法其实拿走的 其实不只是营收而已 那它可能是我们对新闻的价值观 新闻产业是一种文化的产业 它跟一般产业不太一样 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那我们就说新闻其实是一种信任的商品 纪录片点出当新闻媒体 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时 也就直接扼杀了月听众最基本的认知 所以媒体的公信力降低了以后 连带就使得新闻媒体在这个当代体系 已经不像当年它所报道的东西 让人感觉这么有价值 路透社调查报导 2020年台湾民众对新闻的信任度 在全球40国里倒数第三 可是当新闻的背信任度与价值开始退场 记者坚定的信仰却变得更强 那这种信仰就是说 我们希望所看到的真相 所看到的一个公益 能在这个社会上实现 但现实梦想并非可兼得 拥有一百七十年历史 同样经历值本与数位过渡的纽约时报 2011年成为全美第一批 读者付费订阅的媒体集团 至今付费人数已超过六百万 因为这个深具影响力的品牌坚信 科技固然重要 但好的内容绝对能游走于 传统与现代媒介之间 不管是作为新闻人 或者是新闻产业的经营者 在不理想的环境底下 我们怎么做到最好 而在台湾则有个新创的网络媒体 报导者决定奋力一搏 大胆将公共议题的深度调查报导 放在网络世界与社会对话 因为以前我在说我开50岁 我觉得应该要勇敢一点 他是何荣幸报导者的创始人之一 从传统四大报与杂志的训练出身 但在传统新闻界打滚 仅25年后的某一天 他深刻感觉到 当做新闻的方式 到做出的新闻都不一样了 自己有没有可能创造新的游戏规则 最多的声音是说理想很好 现实很骨感 所以这个媒体大概活不了多久 和硕集团的董事长 童子贤先生 他也是我们成立初期 很重要的大笔券款者 他也听到了很多声音说 如果你支持报导者 他用台语讲说 有温戏 但如今报导者 活了下来 虽然一开始的日子 真的不好过 情况你想象中还要坏 我们上线的第一个月 定期定额的捐款 有四个人 捐款三千多块 现在回想起来 心脏真的要很强很大科 好 那我等一下要重复 但在报导者寄出第一篇 年度调查报导后 读者捐款也如强心珍一样 开始给了团队信心 定期定额捐款的人数 从四人成长到五千两百多人 以涵盖营运所需的五成资金 就连报纸媒体也开始征询授权 要刊登他们的深度报导 像我们做学类营厂的这个报导 因为这个报导精彩到 传统的媒体 四大报不止根 它完完全全 就是都是报导者的报导 捐者保存了五年的报导 和荣幸缓和的语气中 难得透露骄傲 因为这些文字成功把非商业媒体的体质 活成利益的优势 这也让何荣幸在参与星星之火 新闻人的一生置业纪录片时 更有感触 这是一个在新闻古时代里面的一些 仍然在里面的老灵魂 然后这些老灵魂 仍然相信文字的力量 仍然相信 我们改变社会的可能性 但这个时代并为忘却新闻必要的存在 本届诺队和平奖更回为87年 再将奖项颁给的俄罗斯独立报总编辑 孟拉托夫 和饱受政治迫害 却依旧坚持传递真相的 菲律宾新闻网 包括执行长瑞塞 这种影响技能力 我们写论们失去我们的能力 这种较的较习负责 是死的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时刻 我们在同一旁 斗争为事 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 的合作 最终的部分 是 如何我们能够折磨 这个商业的商业 的商业的商业 为媒体的报道 与言论自由的声音 与此同时 从台湾到全球 面临的问题难有不同 只是在坏的时代 仍得放持希望 而这部提供新闻从业人员 反思的纪录片 在此时到来 恰是时候 如今新闻产业的光 即便非常微弱 但点点星光 终能成就银河 就像一篇篇 撼动人心的报道故事 也有很久的感动 能流转在网络世代 和乐听者心中 更发挥新闻在社会的利用